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会用到这种7号的电池 还有5号的电池,还有这种9V电池 但是如果用这种不能充电的比较浪费 那么就要买这种充电的电池 充电的电池就需要充电器 我们看这有两种充电器 一种是这样的 它还是比较方便的 插上电就可以充电了 那么还有这种是用我们的手机充电器 插上以后就可以充电了 这个相对来说节省了成本 因为它不带电源 只需要用手机充电器 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电源插座上也带这个5V 那么就可以用它来给电池充电了 我们看插上电以后 这个指示灯是不亮的 但是我们把电池放上去以后 这个指示灯就亮了 随着电池充电 充满了以后呢 指示灯就熄灭了 相对来说还是很智能的 看似就是充满断电 那么我们打开看看它的内部结构 是不是很复杂 好 我们把它打开 看看内部的结构 后边有两个螺丝 我们只需要把这两个螺丝拧下来以后 就可以把它打开了 好打开以后我们看看这个图 这段就是USB供电的正5V 在这个位置 这段是M7二极管 是防反接的 就是这个二极管 当电池接反的时候 不会影响电源输入 然后这段是负极 就是这段负极 这两个是电池夹 这三个电阻是并联的 就是这三个电阻 这三个电阻同样是并联的 就是这三个电阻 因为有两个电池 所以说呢 它有三个三个并联 并联以后总组值变成22欧左右 然后上边这段是470欧电阻线流 给这个发光二极管的正极供电 发光二极管的负极 是接到我们这个68欧三个电阻并联的这一端 也就是我们电池夹的正极 下边是对称的是一样的 也是通过一个470欧电阻 然后接到发光二极管的正极 发光二极管的负极 接到电池夹的正极 当我们夹上电池以后 这个发光二极管就被点亮 当我们去掉电池 发光二极管就熄灭 如果电池充满的时候 发光二极管同样是熄灭 那么电池的正极接到这个电池夹的正极 负极接到这个负极 为什么发光二极管能够指示电池的存在和电池的充满呢 是因为当我们电池夹上以后 这段接了负极 那么这段的正电 除了通过这个68欧的电阻 通过电池回到负极以外 还通过这个电阻 然后通过发光二极管 通过电池回到这个负极 当电池渐渐充满以后 由于它的内阻变大 电流基本上就没有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的发光二极管也就熄灭了 所以就能够指示它的电量 我们这个充电器呢 与这个图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看这段是输入端 这个二极管 这是三个电阻 这是三个电阻 然后这是发光二极管的电阻 这也是发光二极管的电阻 下边就是发光二极管 这两个就是电池夹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